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要去断这个聚生我字 聚生我字只有见到以后才能断 没见到之前 你这个分别我字还在 跟你说我 你虽然表面上好像应该相信 但是事实上因为无名的缘故 你还是没有办法确认 所以说分别我字呢 在未见到之前呢 是断不了的 见得到以后 分别我字就断了 彻底断干净了 再也没有怀疑了 就是任何时候都不会起怀疑 还有一个字做 就是还认为有我 但是聚生我字不是那么容易断的 聚生我字它实时来清晰你 虽然你知道无我的道理 但是这个聚生我字 见到以后 特别是初果的时候 初果的时候 聚生我字还是很强烈的 所以说一般的初果到二果都要七世 最慢的呀 要七世升天做人 在能天转七次才能够正到 转到第六世的时候呢 就可以正到二果 可能是这样 二果呢 就是一反能天 正到二果的时候 还要往反能天一次 就是因为聚生我字的缘故 到了三果呢 叫不还果 就是不会到能见来了 就是因为还有最微细的我字 聚生我字没有断进 它就到社界天的第四禅天去断 到四果呢 就彻底我字断进 我字呢 它是一个自我 往里执着的 这个聚生我字啊 按照为时的讲法呢 这个聚生我字很深细 聚生我字它有分第六时的聚生我字 还有第七时的聚生我字 这就非常难了 根据师傅的关照 其实呢 到了第七时 原第八时的这个聚生我字啊 和聚生法字是合一的 所以叫法我字 当然它是内外的 可能是说从客观的角度来说 就是法字 从这个主观的角度来说 就是我字 并且这种我字呢 是长相续的 这种聚生法字特别的难断 这个聚生我字啊 按我们大腾的说法呢 就是到七地八地菩萨以后呢 它这个聚生我字呢 就断进了 它断的内容还不太一样 这个小称的人 它断的是第六时的 原诸时所变的 无其运相 或种或别 其自行相 之为使我 这种聚生我字是间断的 第六时的聚生我字 是有间断性的 第七时的聚生我字呢 这是长相续不断的 只有到八地以后的菩萨 可能断的是这个聚生的法我字 那就是更加威胁了 这个地方很难弄 很难说 一般的书上也没说过 一般现在大德都很少去说这个事 说到这个八地菩萨以后的事情 我们这里不讲 我们这里主要是讲 怎么样的破这个人我字 分别我字 分别我字呢 我们这个进行法要就是断这个 分别我字通过这样的分析和观察以后 断了分别我字以后就可以见到了 就可以正到出国 正到出国以后 那就不用再分别了 那剩下的就是我字的习气 去串息去断住 要去串息它 也要对质的 也要数数地串息 数数修那个生空观 三知众生的生 数数串息这个空观 就是能够慢慢地断除 所以呢 去我字也没那么容易 那还有法子呢 法子呢 它也是有这种聚生法子和分别法子的 分别法子也是第六诗的 聚生法子呢 它有第六诗有第七诗的 维时空性也是这么讲的 在一般的书上是没有 有机会的时候呢 我再把这个跟你们再讲得详细一点 就把这个我们到底在修什么 我们现在修不了那么多 我们现在只能去分别法子 分别法子呢 如果去干净呢 如果能够升起定解 然后串息能够正道的话呢 就能够入出地 出地的时候 分别法子断尽 关一切法呢 就是空性 那么正道出地菩萨 出地菩萨呢 就是这样 那么什么是分别法子呢 我们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再好好详细讲一讲 出了出地以后呢 就断这个聚生法子 这个聚生法子呢 也是分第六诗的聚生法子 还有第七诗 元第八诗的聚生法子 第六诗呢 它是元外相 元诸时所变的运 处戒 运就是五运的 处十二 处戒十八戒 就是 元这个相分 第八诗是元相分 来起相 自微施法 那么这个第七诗呢 它不是想外源的 它是想内 就是元第八诗的见分 起自行相 自微施法 这个聚生法子是长相续的 是第七诗的 第七诗是王里寻 王里圆的 圆第八诗的见分 那么呢 第六诗的法子呢 它是与元外相 法界的一切 我们全六诗能够所分别的 诸时所变的运处戒 像 然后起法子 自为使我 你看这个执着呢 是很细的 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再详细地讲讲 先简单讲一下呢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在干什么 我们现在呢 就是在 除这个分别我字 和分别法字 两方面都讲 因为分别我字 也是在分别法字的技术上起的 如果有了分别法字 在这个分别法字的技术上 再起我字 因为我字是法字的一种 因为法字 我们可以制作外面的万法 客观的法是有自信的 但我们现在制作一个 自身的无取应呢 是我 也是制作为私有 那么呢 把这一个法字 制为我了 取一个主观的制作 它也是法字的一种 我字是法字的一种 它是一个往内去制作呢 就是我字 法字呢 它是往外远的 远外面呢 所说的这个运呢 出界相 起自形相 取这个分别法字 这里简单地介绍一下 你们知道一些名相就知道了 所谓的巨生法字很微细 分别法字就是比较粗 粗 比较容易断 那巨生的我字呢 也是比较微细的 也要正到出国以后的圣人 才能够修 分别我字呢 就是我们现在修的 我们现在怎么断 剑到以后呢 这个分别我字就断了 灭除了 再不会起了 我们现在有些时候学习呢 学习分别我字 就是师父跟你讲啊讲啊 你当时听明白了 好像是懂了 但是呢 一不讲了 你过一会儿又糊涂了 这个我到底有没有 分别我字到底怎么回事 你又忘记了 这个说明你还是没有正道 它只是在听闻阶段 我们现在的听闻阶段就是这样 听的时候好像听懂了 但是事实上没完全听懂 没有正道 正道的人当下就真的亲正了 这个人物 那么呢 就是再也不会怀疑 那你就正出国了 如果你再也没有怀疑的话 你就正出国了 我就给你印证了 所以说师父呢 也不一定要私下里给你印证 刻上也可以 我当时不就是 讲话的时候 讲的讲的 下面无数人正出国了 也是这样子 没有那么难 但后面是难的 后面这个居身我字 还有这个居身法字 那个比较难 不难 我们讲的这个分别我字 就是不难 大家呢 不要以为 我明明懂了 我这个分别我字 好像是没有了 怎么我还有我字呢 事实上这个是居身我字 你不用害怕 不要因为有居身我字 你认为自己没有正道 正道的出国的人 同样有强烈的居身我字 你不要以为自己没正道 正道的人一样有 一样有居身我字 居身法字 这个地点都没有少 所以说呢 正出国呢 就是把这个分别我字去掉了 就正出国了 告诉你这个 我们精心法药啊 就是讲这个 就讲到这里 我们现在开始讲精心引导 初学者如何才能够真正去路解脱道 是一个摆在眼前十分现实的问题 如果最初不能进化相续 另行与解脱道相应 纵然学修高深的法门 难以升起实际效果 因为在粗大的烦恼 稍微调伏 缺乏基础的时候 想要触及圣意的境界 自然十分困难 正是由于悲鸣 粗重 又无门可路的凡夫 赖盘不觉呢 转召了 这个引导问 初学呢 最初能着重修好词法 一生解脱 必定有望 佛部上不妄语 不达妄语的 只要着重修 就一解脱有望 到时候 往生岔土呢 想去就去 祖师说呀 生者必生 去者不去 什么叫生者必生 去者不去 就是说 这个路起通知书 发给你了 但是你不上学 你不去上 那我不去 明年再去 这个路起通知书啊 它不是一年有效的 它年年有效 明年再去 下辈子再去也行 这路起通知书 下辈子也有效 这个意思 就是说生者决定生 就是你已经合格了 但是呢 去着不一定去 但是呢去着不一定去 祖师是这个意思 我们到时候好好修这个 必定只能够往生 你要挣到出国以上 就不再凡生同俱图 赚到出国以上的圣子 都不再凡生同俱图 这方便友谊图 方便友谊图呢 它就可能更繁复不一样的境界了 教的内容都不一样 不跟你们繁复在一块了 好 我们这里讲 顶礼上师 为了获得上师 身后一输成加持的顶礼 那么呢 修这个法呢 我们这个是大乘的修法 所以说 又跟小乘的修法不一样 大乘的修法呀 一上来就要求不一样 那么先引导呢 分为加行引导 正行引导和结行引导 加行引导分为六个 一 聚足净律为宜 二 对修法生起哀乐心 三 明观资良田 四 在资良田前修七字 第五 七刀此作 修法成就 第六 发菩提心 所以说 我们大乘修法 一样需要修解脱道的 一个大乘修法 直接就修什么登地菩萨 不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发菩提心 行十善业 也是菩萨道 是不是啊 菩萨要行十善业的 菩萨呢 发菩提心以后行十善业 就不是人天道的 发菩提心呢 然后修解脱道呢 也不是小乘的 僧文道的 也不是僧文言诀了 是大乘菩萨 所以说呢 大小乘是看发心的 不是看修什么法的 如果你发的是 那个自我解脱的心 我先成佛 度众生再说吧 如果你修的 这个密法 还是小乘 你最多只能 证小乘的果位 因为你只发心 自己成佛 你发心自己成佛 然后再讲度众生 这个都是小乘 以后再度众生 就是自己先成佛 这个就是小乘 不管你修什么法 你修的是 无上大圆满 还是小乘 如果你发菩提心呢 不管修什么法 都是大乘 你点扫地 卖豆腐 都是大乘 破法 发了菩提心以后 喝了你的豆腐的人 以后都会成佛 这个是不一样的 第一 具足静律 威仪 休息呢 进行导师呢 在寂静之地 静律的 威仪安坐 寂静之地 只远离 窥闹的地方 白天没有人流往来 夜晚没有嘈杂的声音 所以说呢 我们修法 不需要 一定要什么圣地 什么什么 佛菩萨 住过的洞 有加持 我没有这样说过 其实圣不圣地 还是你在你心里 你有信心 哪里都是圣地 对不对 那个过去的 祖师大德 都在圣地嘛 人家就是在这个 乱风港里修 也不是什么圣地啊 人家成造 亏得很啊 所谓的学密法的人 我发现他们都是 着想鬼 就是学什么都着想 制作这个 制作那个 其实呢 真是这样 佛菩萨 无处不在 加持力是平等的 佛菩萨 不会做某一个山洞 加持力大一点 不是这样子的 要么是道场 只要我们道心 关心还是看人了 不是看地啊 那地是死地方啊 人才有加持力啊 山洞怎么会有加持力呢 佛菩萨才有加持力啊 那石头 那山洞有什么加持力啊 没有 佛的金刚座也没有 这个佛才有加持力 佛的金刚座也是石头 也是金子座的 也一样 也是没有 有的话 那个地方的人 怎么不成佛呀 那印度人 现在都不信佛教了 佛的金刚座不在那里 那印度人都不信佛了 那么不加持来学佛 你们不要颠倒啊 很多人就很颠倒 执着的很 灌顶 师父天天都在灌顶 传法不是灌顶吗 非得在你头上戴个帽子 然后弄点水 才能灌顶啊 实际上的灌顶 就像过去做皇帝一样的 做上去了 就是皇帝了 你戴不戴那个皇帝的帽子 没关系 需要的时候戴一下 上朝的时候戴一下 平常不戴帽子的时候 你一样是皇帝 人家不会说 这不是了 你就是洗澡的时候 脱光了 也还是皇帝 只要人家认得你 你已经是那个种了 你就是那个种心了 当然也有人不认得你 不认得你没关系 不认得你 并不代表你不是皇帝了 不认得有什么关系 他爱认不认 是不是 你自己修道养的 你修成了 你管他认不认 你成佛了 也有人认为你没成佛 那有什么关系呢 对我们的修行 不要着象 我们是去追求真理的人 不要着的是没用的象 这是哄那些没入门的人 哄幼儿园的孩子玩的 哄他们还是有用 因为他们 他们不知道往心里去观修 不知道往里观修 不知道观无常 观无我 他只能从外向上去 照依靠 所以说 这个洞有加持 这个衣服有加持 又是什么 这个地方有加持 这都是哄幼儿园的孩子玩的 哄小朋友玩的 佛不是还有这么大分别性吗 往里修的人 就是激进之处 就可以了 环境窥到的话 你可能刚才初学 你还没有那个能力 要观察 选择一个相对亲近的环境 在家就是 大多没有条件 以此成就者 加持过的圣地 应该他还是要有圣地 他的执着 因为凡夫就是这样 这圣人做过的地方 他心里面就想了圣者 那么就还是有加持 因为他心里面 对圣者有恭敬心 那么呢 这还是通过圣者加持他 并不是说 那个地方有什么加持 只能在家修法呢 如此就应该 自己安排好修法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没有人打扰 自己关好门 关闭电话 交代好后事 尽可能为自己 创造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 为什么说交代后事呢 就是你打坐 要有这样的想法 那至于死地而后生 有这样的想法 好之的话 你一打坐 就开始打妄想了 等会儿要干嘛 等会儿干嘛 你要想 我再坐下去 如果死了 那我能不能成道呢 你啥都不敢想了 如果假设你要打一坐 今天给你修行 明天要砍你的头 那你今天叫你只修一天 那你还想什么 你肯定拼命地念佛呀 或者拼命地持咒啊 啥也不想了 是不是 我们修行 要有这样的镜头 他也不想了 明天就死了 今天就最后一天了 你今天干什么 要这样的镜头修行 哪个不成就啊 个个都成就了 保证你七天 最迟七个月 绝对成就啊 你要是真的是这样想 明天就是了 就这样的想 你今天二十个小时 那你还睡觉了 你还睡得着觉 你这样的心态修行 没有不成就的 然后呢 位移 这是皮诺七法 第一法是两腿金刚加幅坐 或双盘 或单盘 或闪盘 也可以 身体正直 鼠戒定印 六鼠在上 两个手臂展开 不是想内收 头呢 稍微往前低一点 从特殊情况 眼睛一般往下看着 鼻尖微微睁开一点眼 让光线进来一点 射体善恶 总的来说呢 修法的时候 身体每一个部分的要求 放松 不能紧张 没坐直呢 你不可能放松 就像落一个东西一样 你没有落直的话 能落好吗 它一放松就倒了 你得扶着它 它才不倒 所以说只有放直了 像落东西 你只有落直了 它才不会倒 我们坐也是一样 你坐直了 那你就真的能放松了 这样心才能安静下来修法 身正直 脉就正直 脉正直 心就正直 心正直 心里没有太多的杂念 所以说呢 没有养成这种习惯 我们这个左右两脉 就是杂念了 心一正直 这个中脉就容易通了 其实不同也相似的 就像那个管道一样的 你给它折了 它就是堵塞了 是吧 你把它拉直了 它不就通了吗 通了 马上这个忘念自然就会少的 你咋做呀 你做直了 忘念自然就少 昏尘也会少 我们之所以昏尘 还妄想 就是做不直 很多人坐在那里 还是像个锣锅一样 背着个锅一样 那都不行 你们要做得特别直 脑袋顶上 好像提了个东西一样 你的头好像往上 顶着一个东西一样 或者有一根绳子 吊着你的繁穴一样 轻轻地有点这样 往上提着 然后身体放松 这样的话 就是肌不完全松懈 你完全松懈就摊下去了 就是你整个肌柱 是竖起来的 往上的 整个肌柱 又有这样子 往上的力量 但是呢 整个身体呢 有时候放松 你这样试试看 你哪里打什么妄想 所以那天 我教了你们 打坐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 身体要做直 你一边念一会儿之后 10%的注意力 关注在你的身体 是不是直的 你过一会儿就要关注一下 过一会儿就关注一下 念佛要这样念 10%到20%的注意力 关注你的肌柱 等你什么时候 已经养成习惯了 你的肌柱永远是直的 那就不用关注了 你这个10%的注意力 就可以不用再用了 那就专注在念咒上了 念咒的时候 还要回光返照 不许往外看 念咒的时候啊 你要往里去看 往里去听 往里听谁在念呢 谁在念 你往里关 关到这个念头 起初念 自己念 自己听 那天我教了你们 如果谁这样子修的话 很快的 关到念头 起初念咒 念佛 往里灌 往里灌 刚开始的时候呢 看你有旺念 所以说你还要 关照一下你的呼吸 也10%到20%的注意力 关注你的呼吸 慢慢地调音 然后念咒 然后关照你的心念头 这四个方面 你都要关注到 那你就没时间 打妄想了 打妄想的可能性 就比较小了 慢慢地 你咋念少了 深夜坐直了 呼吸也自然匀臭了 你就不用管呼吸 也不用管坐姿了 就专门听咒 念咒 如果在念头起初 如果看好了以后啊 这个念头不跑了 那时候只听咒就行了 只剩下咒了 自然而来 就安住在那个念头起初念咒 刚开始你要盯着 你不盯着就跑了 是吧 盯着那个地方念咒 时间久了 它就不用盯着了 它慢慢地 它就安下来了 那个时候只剩下一个咒了 最后注意力 全部都在咒上了 只剩那个咒呢 也没有分是我念的 还是从里往外念 还是从外往里念 就是用无我的方法念咒了 持咒的时候没我了 你修到这样 破了我执的人持咒 它就无我了 无我的境界中念咒 你看 那不一样的 那个加持点 那不一样的 这个有我的跟无我呢 差了千万亿倍了 无我的境界里面咒 这个法界的众生都加持到了 你无我的 你就执着一个我了 只有你自己加持到自己了 别的众生都不受益 你看发菩提心 跟没发菩提心的不一样 按照这样尽力的 威夷安坐的身体不会疲劳 心里会很清静 能够长时间打坐 有很多殊胜的必要 卢法的威夷安坐后呢 需要排灼气 排灼气呢 就是我们平常呢 就是烦恼比较多 平常造了很多细的液 做下来的时候呢 先要观想身体当中不干净的灼气 事实上就是你的液 造了液以后流下来的气 你的身体在造液的时候 你身体里面的气都是灼的嘛 那么排了灼气以后呢 这个液气就干净一点 从壁孔当中排出去 修九节活风 第二 对这个修法生起爱乐心 爱乐心的话呢 只有一个呢 就是多修出离心了 心中圆 狭满难得等后 对修法生起爱乐 这个不是打坐的时候修了 这个之前修夹行的时候 就要先修好了 修那个能生难得 轮回过患 把处理心修好了 就像我刚才说的 处理心强的人啊 一坐下去什么妄想都没了 这个就特别想修法了 今天就要死了 今天一定要证果 死了也甘心 死了也误会 这样的想法 一定要证到出国 证到无我 能无我容易证的 我开始讲那么多 就是告诉你们 人物我不难认 无时以来呢 我没有突破生死 虽然偶尔也吸出解脱 但不明修行的方法 或者随之方法呢 却没有潜心的投入施修 没有潜心投入 就是处理心没修好 老是跟着袭击跑 我们要潜身心的投入 今天我们不但治愈了妙法 而且又有机缘施修 这是真正阶段轮回的时候到了 真正阶段轮回的时候到了 只要持之以恒地观修 一旦缘满修法 告别生死轮回之时 真的出国了以后 就告别生死轮回了 虽然巨生我这么一段 那你就不用再怕了 这样的话呢 对修法生起欢喜心 能够超越轮回的这个修法 谁不干呢 结合业果来示威呢 除了极少数依靠福田利的特殊情况 若没有出离心和无我证件设斥 不论做什么 都只是赶遭生死的业而已 只有以出离心和无我证件设斥 才能造下随顺解脱的业 而现在呢 观修无取运 多体无常 苦闹我 就是修处理心和无我 是真正种下解脱之因 潜出相续中 长久潜伏 危害极大的各种妄志 而且呢 因为是正对质的缘故 窜息越深 就越能致富烦恼 进化相续 想到这里呢 对修法升起大的欢喜性 或者结合功德来思维 观修之法 等于是修习失忆经账的额要 即使只是修习一坛此轻 也能无数倍超过天界一千年中 供养三宝的功德 修好之法呢 容易成就止观 再修习大臣的空性 大碑等升广的法门 只有坚实的基础 就像鸟起飞一样的 点地一样的 没有这个基础 其他的后面一切修法都是网谈啊 一切智慧的法门 都是以这个为基础的 第三是明观自良田 明观自良田很重要 不要小看它 在自己头顶的虚空中 清晰的观想八大狮子抬起的珍宝法座上有莲花日月的桌垫 桌垫之上有本师师三摩尼佛金刚家佛座 佛金色之身 至于山沙将八字随行好 身披三衣 右手扶膝坐压地印 左手接印持甘露波 又如大金山处于海面 今生威严极其晃耀 智慧光芒遍布虚空界 佛陀呢 右边是文书 普贤等八大菩萨为代表的大乘 僧众 左边由十里子目间链的十六阿罗汉 为代表的小乘僧众 浩瀚如海的圣众眷属围绕着 这个就是规一境了 这个是显宗的了 密宗的话 释迦摩尼佛在金刚上师的上面 佛陀呢在上师的上面 那上师在中央 那么右边是菩萨 菩萨也是大乘神众 不一定是剔度的 大乘神众不一定是出家人 这个大乘的菩萨 应该都是震了国的了 震到出地以上的都是深宝的 所以说你们不要说 没有落发的人都是居使 这个不是这样的 唯摩节 人家说是古佛再来了 反正至少出地以上的菩萨 肯定是深重 不管他是有没有戴发 你们要记住 你不要以为戴了发的人 就是幽破仪幽破赛 那不是的 幽破仪幽破赛 它是有所指的 它是指那个凡夫 那个刚刚皈依三宝 刚刚属五戒的 偶尔受下八观再戒的那种 叫幽破仪幽破赛 我们平常说的在家人 就指这种人 在家居士 登的地的出地菩萨 虽然留着头发 穿的是俗衣 但是它也一样是深宝 一般的登地菩萨 它们也搭衣的 你看米勒日巴也搭个白衣 是吧 它搭白衣的 没有线那个僧文像 你看佛就是 我们看到的佛像 都是中庸的 佛呢也留点头发 但是它不多 你说它是罗汉像 也不是罗汉像 它是菩萨像 也不是菩萨像 菩萨像的头发都留着 所以你们要知道 它有秘义的 我为什么留着头发 佛像为什么不是光光的头 有秘义的 但是它又不是像菩萨那样 这个头发都很长 留着下面去 塌了下去 它不这样 所以佛菩萨的一切视线 都是有秘义 我们不要执着 在家人 不能礼拜 正果的大德 都是像文殊菩萨 菩仙菩萨 它们都是视线的 都是留着头发的 身宝 至少一般来说 真地以上的菩萨 肯定是身宝了 当然也有说 只要真正发了大菩提心 受了菩萨戒的 也属于身宝 也可以这样说 当然是真发菩提心的 假的不行 那就是嘴巴说的不算 从内心里深处发起了菩提心 并且受了菩萨戒的 哪怕就是没有证出地 也可以说是身宝 也属于三宝 是这样子界定 它们是批断的 是这样子界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